哈哈 我現在都要交給第一棒 好 今天要交一個課外補充的東西 最主要是因為我想學測有一些是跟大自然的現象 比較接近我們真實的生活 所以我們要介紹一些關於科學上的一些光學現象 就是自然界的光學現象 所以我們這個是課本裡面雖然是沒有 但是我就把它補充一下 第一個叫做散射 第二個叫做色散 什麼叫散射呢 這個其實就會解答你從國消以來的迷惑 你小時候是不是很想問天空為什麼是藍色的 你沒有問過什麼問題喔 沒有啊 還有海水水泥是透明的 為什麼海水是藍色的 怎麼沒有啊 蝦子虛 沒有啦 你沒有想過我們這多久喔 好 真好 所以你知道喔 好 真好 但沒有人記錄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後為什麼是藍色的 最主要是會有一個叫做散射現象 這是一個科學家瑞利喔 那這就是一個理論 他說因為我們的空氣分子 那個空氣中有一些微小的粒子 這些懸浮粒 其實比光的波長還要小 所以當光照射到這些小粒子的時候 它們會讓小粒子會震動的正底涵 也就是它會吸收能量 那當它吸收能量的時候 因為這些粒子它本身是由原子分子構成的 雖然其實是會裡面有帶電 那因此呢帶電粒子如果在運動的時候 就會放出電子波 但是它放出了電子波呢 它就會把電子波朝著各個方向散出去 這種我們就稱為銳利散射 銳利散射 對 它是一個特別的樣子 好那比較特別的是呢 它從實驗跟理論中呢 它提出紅色光的波長比較長 不容易被散射 它可以穿透到很遠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危險的耗機要用紅色 因為在大霧茫茫中喔 如果說那個霧大家知道就是一些水分子嘛 對不對 然後如果這些水分子它吸收了光之後 它就會把光散掉 那如果說你藍色的光很容易就會散掉 你就偏離來來的方向 那紅色的光比較不容易散射 不會朝這邊它再放下 所以我們比較一些重要的這個號字啊 或者是負責啊就是要用紅色的 好 那紫色跟藍色光的波長短 就很容易被散到其他地方 這就是導致為什麼天空是藍色的 怎麼說呢 比如說你看喔 這是一個地球 那地球的周圍呢 有一層大氣層 那大氣層裡面其實就是有很多的空氣 那如果清晨跟傍晚的時候呢 我們的太陽在這邊 好 因為太陽是什麼色光都會發生的 那但是呢 紅色的光它比較容易穿透 所以我們朝著太陽方向看就是紅色 這樣瞭解嗎 可是呢 太陽也會發出藍色的光 可是藍色的光就會被彈到別的方向去 彈到別的方向去 彈到別的地方去 所以如果有一個人站在這裡 他往別的方向去 他看到的就是 如果這個藍色光 跑到他眼中 這藍色光好愛的 他就會看到藍色 因為藍色的光會被空氣分子 彈到每個地方 所以你從每個地方看到 你收到那個地方的光 幾乎就是藍色的光 所以天空是藍色 那海呢 海也是一樣喔 就是太陽光 它照射到海水 因為海水是透明的 可是紅色的光是比較容易透過去 那藍色光是會彈到別的不同的方向去 那散射反射之後 我們看到就不到線 這樣可以接受到嗎 可以喔 好 那月球因為沒有大氣層的關係 所以月球上看太陽 永遠都是反射 不會有什麼清晨跟光晚 會覺得哇 太陽紅紅 不會 所以在月球上看太陽就是白色 可以啊 可以啊 好 好 那天空就是黑色 因為根本就沒有清晨 那為什麼月球看地球也會有黑色 那應該是海水 就是也是一樣 那個藍色的光比較容易被散開 所以你才能 對可以 好 接下來 關於這個大自然的這個散射現象 有沒有問題 沒有喔 那現在我們要講另外一個 就更熟悉的叫做色散 色散現象是牛頓呢 1666年 他有一天晚 有一天 那個 下午他就睡午覺 就外面就下了一陣雨 他就被 這個這個雨聲吵醒 然後後來雨做雨 就停了 然後因為他是弄那個百月窗喔 所以那時候太陽光呢 正好就從那個百月窗的洞呢 就打進來 他就正巧就照到他桌子上的三冷鏡 那這麼正巧呢 折射帶折射就投射到那個牆壁上 然後他正巧就看到牆壁上 就是有色散的現象 就是紅塵黃綠藍電子 哇他就喊了一個Spatron Spatron就是這時候有一點那個意思 就啊 什麼東西啊 後來就把光圖就叫Spatron 後來他就走到戶外去 就看到天空中有一道彩虹 他終於了解 為什麼這個彩虹會是這樣子 因為那個跟三能鏡的那個色散現象 是一樣的 是嗎 好 好各位同學 這個放在你們教室 如果現在太陽光不夠不夠強 如果你調一下 讓太陽光照射到調一調 他就可以投射到你們教室的牆壁上 就會看到色衫 那你們等一下怎麼看色衫呢 你就這樣看日光的 哇 像我們那顏色就是淡開來了 他就不會是這個白光 他顏色就會淡開來 可以看一下 但是事實上我今天 因為今天這個陽光角度不太好 所以陽光也不夠強 所以要不然放在走廊 讓陽光照射到那 他可以投射到這個牆壁上 還可以投射到你的臉 這樣子 臉上就是這樣 好 那這個就是三能鏡 好 為什麼是這樣 那結論是什麼 這個重點是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呢 最主要請大家畫線 要調一下角度 轉一轉 然後看地方 有沒有 有耶 彩色對不對 彩色的地方 好 原因是什麼 比如說玻璃喔 折射率是1.5 可是其實喔 這個1.5是一個 一個一個差不多的值 你如果不同的顏色喔 你看喔 注意看喔 不同顏色 也就是你的波長如果不同 它的折射率 會有些微的變化 舉個例子來說 你看這邊 大家看這個表 水的折射率 我們不是都說1.33嗎 可是其實喔 如果你用紅色的光 你用藍色的光 你用紫色的光 來做實驗 那它會怎麼樣喔 紅色的光是1.332 綠色1.3349 紫色1.3435 是不是就會有些微的變化 所以其實誰的折射率比較大 紫色的折射率是比較大的 紅色的折射率是比較小的 那玻璃也是一樣 我們都說1.5.5 可是紅色是1.513 綠色是1.519 你看到了紫色1.532 所以紫色就是大那麼一點點 如果沒有特別強調 我們當然就說 那就叫1.5好不好 但是如果有強調 不同的顏色的話 那每一種顏色 偏折的程度會不一樣 那我們的鑽石喔 折射率2.多2.4 哇折射率超大 然後呢 而且喔 鑽石它的折射率 所以波長的變化更明顯了 你看像水的話 這是小數點下第三位 才有變化 那這個是小數點下 可能是第二位 可是鑽石喔 它的變化的程度更明顯 也就是它色散更怎麼樣 更顯著 鑽石呢 它的色散更顯著 所以為什麼喔 這個鑽石 大家知道鑽石嗎 鑽石隨便畫 鑽石喔 通常喔 它本身不是發光 但是呢 我們可以讓它照一束光 細細的一束光 那它進去之後呢 它進去之後 它很容易 它很容易 因為折射率很大 所以很容易全反射 全反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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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一天它也有機會出去 但是它可能會往這邊這樣出去 可是呢 我們照的是白光 所以還有那個綠色 綠色進來呢 也會散 散來散去 然後全反射全反射全反射 可能又從去這樣出去 那我們這裡面可能也有那個藍色的光 然後在裡面全反射全反射 所以你就會發現 鑽石你不同的角度 你會看到不同的影像 所以鑽石沒有刻過 就可能比較不難使用 它當然你如果稍微把它雕刻 或者它的表面比較平滑 它當然就是會比較有一個比較 會有一個笑量 當然也有 可是呢 它一樣有色散現象 就是說 你其實因為它本身 你只要一點點光給它 它本身好像自己會發光 你懂我的意思嗎 不同的角度它就會有不同的光出來 就是說 這個觀念最主要是因為說 它會從 它在裡面全反射 然後從各個角度出去 然後 它雖然你照一束擺光進去 但是你不同的角度 就會看到不同的色彩 比較很好 所以看起來它就好像是 會發亮 閃閃發亮 然後它本身根本就不是發光 這樣OK 好 那我們了解這個現象之後呢 我們現在來比較一下 請問同學 在真空中 紅色跟紫色的光 誰的速度比較快 真空中 真空中 紅色跟紫色的光 誰的速度比較快 這是高一基礎理 學測可以懂嗎 學測可以懂 答案是 都是C啊 C是什麼 3乘以10的八次方公尺 那個瑪斯瑞不是提出電磁波嗎 然後他說光是電磁波的一個成員 對不對 所有的電磁波的速度 都是3乘以10的八次方公尺 數一秒 請問你S的線的速度多大 3乘以10的八次方公尺 數一秒 請問你微波的速度多大 3乘以10的八次方公尺數一秒 有沒有印象啊 有齁 所以在真空中喔 不管哪一種顏色的光 它的速度都一樣 好 那誰的波長比較長 紅色的波長比較長 紫色的波長比較長 我們對這個可見光喔 要稍微知道 那你們知道紅光跟紫光的淡紋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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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對 就是紅色大概是700耐 嗯 嗯 然後紫色大概是400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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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因為喔 V1等於F乘以什麼 慢打 所以波長長的頻率就 嗯 比較短對不對 頻率就低 嗯 那波長長的頻率就 嗯 有沒有問題 好 接下來能量 在高一基礎物體中 有告訴你一個光子的能量 等於什麼 一顆光子的能量 光是一顆一顆的 E等於H F 由什麼來決定 由型率決定 所以如果問你一顆光子 一顆紅色的光子 跟一顆紫色的光子 誰的能量大 紫色的能量是比較高的 紅色的能量是比較低的 很多問題 好 接下來來到了戒指 來到了戒指中 這兩個顏色的光速度還會一樣嗎 就不一樣了 因為顏色散開 大家摺的不一樣 為什麼會摺 因為速度不一樣 可以接受嗎 所以誰會摺的比較嚴重呢 紫色的光 摺的比較嚴重 因為摺色率比較大 可以接受嗎 所以紫色光速度會比較小 紅色的速度會比較大 所以在真空中他們的速度一樣 可是一旦到了水中 一旦到了波里 他們的速度就不一樣了 可以嗎 好 那因為我們最主要是去做實驗 我們發現呢 這個紫色的摺會比較嚴重 它的摺色率比較小 因為紅色摺色率比較小 這個摺色率多大 因為N1E1等於N2E2 在真空中大家都是E 真空中的速度都是C 但是呢 到了戒指中 紫色的摺色率大 紫色的是不小 好 那角度呢 因為N1E1等於N2E1 所以呢 在真空中 如果你用相同的露色腳 進來的時候呢 紫色它的角度會比較小 那紅色的角度會比較大 那靈界腳也是一樣 這個會比較大 好 那我們來畫一個圖 你們游泳的時候 有沒有曾經在水中看過 那個光的眼 就是中水中看天空的那個燈光 或彩色 或者是天空中的那個 就是上面的那個燈喔 照到底下 底下有彩虹 有沒有看過游泳的時候 沒有 我記得我去游泳的時候 在外面那種游泳池 那有時候會有一些燈光 那燈光照到水中 你就會再選一下看到色散線這樣 你就說你看喔 這是一個戒指喔 這是法線 相同的露色腳 比如說紅色的光 跟紫色的光進來 我們要扔入色腳 請問你誰會摺的比較嚴重 誰會摺的比較嚴重 紫色 紫色 所以紅色會摺一下 可是紫色會摺到 比較嚴重 這樣可以嗎 所以顏色就散開了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經過一個玻璃 就是經過一個方塊磚 方塊磚 方塊磚大家知道嗎 我上次有沒有給你們看方塊磚 這個就是這樣 你這樣去看地光燈 有沒有色彈現象啊 沒有 身能盡有 但是他竟然沒有 為什麼 你就說如果你今天喔 是一個方塊磚 然後呢你這個紅色的光亮過來 然後紫色的光亮過來 然後你就畫髮線 你又畫髮線 然後你這個 C頭1進來是C頭2 那後來呢你C頭2出去還是說 C頭1 所以這個角度跟原來這方向是 這是原來方向 他們是互相怎麼樣 他們是平行的 那同樣的道理喔 這個紫色呢也是怎麼樣 也是平行的 所以這個呢 就變成說 你折出來之後呢 互相平行 互相平行 我們就說沒有色彈 因為你的顏色呢 是平行的到達你眼中 所以你不會覺得顏色散開來 這樣了解嗎 你沒有覺得顏色散開 那為什麼三輪鏡你會覺得顏色散開來 因為它不是兩個平行的界面 所以方塊就要我們這樣看 你看了半天你都看不到色散現象 你們上次有沒有看到那個鏡子反射 有沒有 上次我有沒有讓大家傳下去看這個全反射 看到嗎 然後其實它就像鏡子 四面就像個鏡子 但是它沒有色散現象 怎麼看顏色都沒有這樣看 可是三輪鏡你就會看到色散現象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回去再看到這個三輪鏡 紅光 你看喔 這是白色的光其實是各種色光的 其中這紅色 你看紅色這樣 這個虛線就是原來的方向 那它會偏離髮線 然後這樣摺 然後會再摺 你看紅色就到哪邊 但是呢 紫色的會摺得比較嚴重 你看它比較靠近髮線 因為髮線的 所以你會看到說 紅色沒有摺得那麼嚴重 但是紫色呢 摺得比較嚴重 你看紫色會到這裡 所以顏色就散開了 結果它會摺兩次 因為它不是平行的界面 所以摺一次再摺一次顏色就散開了 比如說是色散 或者我們有的時候就鼠青光 可以接上來 光 好 那我們要看到大自然最漂亮的色散現象 就是游論充足去看到的什麼 太紅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自然界的色散現象 那當然通常都是要下過雨 下過雨之後呢 天空中有非常多的小水滴 那最最最清楚的這個就是角度最好的這個色散 是在清晨末傍晚 通常傍晚下完雨之後呢 哇 那天空中有彩虹又非常的漂亮 那我們看看它的原因 那大家看到這個是紅的原因 就是這時候太陽光喔 它是從 大概是傍晚 所以太陽光是水滴的 那有紅色跟紫色的光 我就用這兩道帶來 如果我沒有遇到小水滴的話 我應該是要走前進的 那我遇到小水滴我就偏折了 我紅色呢就是反射 可以畫一下反射 反射就是到圓形 然後紅色呢沒有折的那麼嚴重 像有沒有紅底 然後就到紅色 然後這邊會有一次反射 它其實一定是部分折射部分反射 我們要的是反射 然後最後呢再折出去 所以呢我們可以去算這個角度 因為我們之前有說過 這個偏向角會是多少 之前有沒有影響 老師說過這個偏向角 100 138度 什麼影響 我記得喔 什麼時候的事情 我往前 剛才不知道什麼時候的事情 是不是要108度 所以 有沒有 好 138度 就是太陽光從水平這樣照射過來 它會偏了138度 138度跟水平的地面就是 这个阳角就是42度 42度 所以我们在42度的地方呢 可以看到这个天空中的 所以42度的颜色 那接下来紫色会折得比较严重 那如果你又没有紫色 你就会蓝色 那它也会经过一次蓝色 然后呢折进去再折出来 这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相当于很像一个三角形 这个就是外角 外角一定大于不相邻的内角 所以这个是42度 这是40度 所以阳角42度可以看到红色 阳角40度可以看到紫色 那各位同学你要知道 因为你人是站在同一个地方 所以当你可以看到红色的时候 难道你要折落才能看到紫色 当然没有嘛 对不对 我们都同样的地方 所以什么意思 就是你会看到别的小水滴 发出来的紫色 然后那个两角子 就是这个样也有一个小 一个紫色 两角40度 但是是别颗小水滴 可以呢 好 所以那个颜色不是从一颗小水滴 它很多颗小水滴 好 那这个就是红 就是红 就是红 天上的彩法就是红 然后你知道 它其实有两道彩虹 你有没有看过 那个就是红 对 还有一道是红 红就是太阳光照到 这个小水滴的下方 就画这个 小水滴的下方 那光星会折进去 红色没有折的那么严重 红色稍微折一下 所以会经过一次反射 然后再一次反射 其他都是部分反射 部分折射 我们要的是反射 然后呢 最后再折出来 就这样的阳角就比较高了 51度 那太阳光也会有紫色 你没有紫色你就用阳色来放 那紫色的光呢 会偏离原来方向比较严重 然后偏离的比较严重 这边会有一次反射 再一次反射 然后呢 折出来 哇 这阳角就更高 所以红这边我们就知道 那个泥的阳角都先高 所以大家怎么记呢 你就这样记 泥红灯 有没有人说过红泥灯吗 没有啦 所以泥一定比较高 红一定比较低 这样很容易记吗 对 反正就是好记就好了 然后呢 这个彩虹的颜色就是红层黄绿 所以他们 所以他们 所以他们共同的交集 就是要红色 所以这里有一道红色 这里有一道红色 红色会在正中 红色然后 红色然后 这边是什么的 这身红色 这身红色吗 这身红色 然后紫 那不管吧 红层黄绿 所以这边是紫色 这边就是紫色 可以吗 红红的 红红的喔 不是 是因为视角的关系 就是我们眼睛喔 就是我们要看太阳 我们等一下把那个重点写完 你就知道 我们从上面开始喔 光经过空气中的小水滴 有反射有折射有色战 所以呢 这样就会形成大自然界光的彩虹 那通常出现在雨后放晴 太阳阳交比较低 你要背对着太阳 背对着太阳 所以不是在太 不是看太阳喔 是要背着太阳看 所以它会在你底子的方向 那了解吗 那我们看一下红喔 那是从雨滴的上方射入 经过两次折射 这是内容 因为折进去 一定要再折出来 所以两次的折射 然后水滴中呢 一次反射 好 那我们的阳角呢 红色比较高 紫色比较低 所以呢 你不用去背它啦 你这只要有概念说 彩虹呢 红色在上面 我们可以防御来说 好 那泥呢 是从彩虹的水滴的下方 它也是折进去要折出来 所以它一定是两次折射 但是呢 它比较特别 它水中有两次反射 所以它经过的路径 比较怎么样 长 所以它会比较暗 所以你知道泥呢 它的 它会比较暗 它就没有像彩虹 所以我们比较通常会看到是彩虹 那它的两角呢 更高了 那而且我们看到的颜色呢 是红色是在里面 紫色在外面 就是这样 所以你就这样子计嘛 黎虹 比较高 红色 然后大家共同的交几色 红色黄越南 燕子的黄色黄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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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共同一定是要同时出现的 只是你不见得看得到 要了解吗 好 然后呢 刚才有说过 每一个颜色是同一个水滴造成的吗 不是 然后 哎呀又彩虹 然后大家就看说 哇好美喔 可是你知道每个人都看得到 都只能看到自己心目中的那道彩虹 每个人看到的都不是同一道喔 真的啦 你都只能看到附近 我走到另一个地方 这彩虹就不一样了喔 就是你在 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尺度 所以你走到附近 走到任何地方 你看到的彩虹都不是同一道 原因是这里 你看喔 看到两脚相对 对 每个人所看到的彩虹 都不是同一脚 两脚相对 你的高度跟我的高度不一样 你看到彩虹 如果看到彩虹 都不是同一条 但是两脚 那如果掌在它旋边 用它的位置 它还会掉 可不可以啊 你硬要给它挤在一起喔 可以 所以你知道彩虹 其实是怎么样喔 就是这个 它是以你的眼睛 眼睛在这边 它是以你的眼睛喔 为一个对称轴 那个轴是跟影子平行的轴 就是我的眼睛 然后太阳背对的 我背对的太阳 这个是在影子方向 那个轴 所以在这个轴上 只要跟这个轴夹 42度 40度以内的 所以以这个轴夹 42度夹42度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圆 所以彩虹是一个圆 它是一个圆 可是我们在地面上 都只能看到半圆 那因为就被遮住了 所以你站的越高 你看到的彩虹 那个圆就越完整 我有PO了一个影片 到你们班的群組 小老师有没有找 是从天空中看的 有人跳上 有看到 对啊 有看到一整个圆 我没点进去 你没点进去看 因为太阳就在它上面 它背对的太阳 所以它看到底下 就是一个光整的 太浪漫了 对 那所以你要在天空中 才有看到一个完整的圆 就是霓虹啊 绝美真相 对 它就是内圈是 外圈是什么 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是羊角 就是半圆形 这样可以知道吗 好 那这个 这个呢 是就最近就在讲 背后 眼睛在这边 你看到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上次的 那个计算题 上次的计算题就是 它偏多少个 138度 所以羊角的 是42度 这个那样的讯号 是最强的 那因为它的偏向角 都是138度 所以如果今天是 下午2 3点的太阳光 那太阳光 就变成有一个 两角 那因为它要偏138度 所以你变成是这样子 然后这边要偏138度 所以导致于 你这边的羊角 就会小于42度 所以你看到的彩虹 就比较低 就不会是半圆形的 就是第一的一个圆形 这样了解吗 然后 你现在是不太有心 不是很有心情的 试一下看看 就会 我想上网给你看一下 看看 就是你们到 我找到网站 我找一下 我先上网站 看有没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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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虹在哪里 好可以 好可以 大自然的棋子 好 好 钻一下针 好 同学可以看 想要看哪一道彩虹 先看 很完整的半圆形 好 你看这个 这个就很弯 这个就很弯 但有没有看 就是第二道我们看不太清楚 你不知道 是什么时候自己知道 就是 你通常彩虹 应该会看到这样 有 有 有 上面那边就是 对那边就是 嗯 有什么 都比较美 所以这种是两个彩虹 是一个你一个 对对对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如果你透过 比如说像这个 你如果 因为像 你在这个 这个 这个山 你就可以看到 比较完整的 这样了解吗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 完整的一个 对 就是 可是如果我在旁边看 我觉得它是这样子的人 那什么上面看 不是应该是纸 对啊 没有啊 其实它都是 就是它是 以你的眼睛 是一个对称者 所以它 每个人看到 不会同意它 这条展望 不是会 不会为你提在这里 对 它其实是 光学的一种现象 那 还有很特别哦 你看这个 你知道这什么呢 这叫 MOOGO 不是RAMBO 这叫 月光彩虹 它是 反射月光的 所以 这是月光彩虹 没看过 对不对 我也没看过 因为这个 它 它要被碎的太阳 那太阳从那边下去 月亮在这边 就是 对 这是要很特别的 这个不是我们一般 有机会看到的 那它也会用衣服 嗯 这个我都很辛苦 对 因为这个 然后你看 可以找这个 你看这个羊角就很低哦 你看这个 有 因为羊角超低的 这个应该就是下午两三点 哦 那时候那个 你看到羊角是不是就超低 那圆就是便便的 然后 再来就是 哦 再来一个 这很多年 既然有三道彩虹嘛 诶 四道诶 有两道彩虹 那是跳一下跑跑回家 诶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看一下 同一个方向 可是 一对吗 我看一下它 诶 它又搓圆一下 嗯 是这个嘛 是这个嘛 这个会分的 你要上到十多了 这样子 是 对 不是这个嘛 所以它会有一个解 是说 不知道是哪个方向 我找一下 嗯 是这个嘛 哦 所以是这个 它的意思就是说 它其实最主要是 反胜 嗯 就是说 它本来不是一个人吗 可能经过某个界面 又反射上去 你知道吗 所以导致于你看 那还是跟地上都不错 对 它其实跟地上都不错 我记得还有 这个椅子 你看这个 有没有 哦 这边更清楚 哦 那就是说 你看哦 这个 太阳 就是我们本来可以看到彩虹 可是太阳可能透过水面呢 展射 然后所以你就可以再看到另外一个 这样 就好像 好像说就是好像有两个太阳 你知道 懂我的意思吗 有两个太阳 所以你会制造那种很特别的现象 如果今天就一个太阳 没有什么地面 没有弧面 没有反射面 你可能就是只看到彩虹 你这样 可是如果说 你那个地 那个地理环境很特别 你可能就会有看到 比较特别的彩虹 这样打准 它是反射造成 可以 好 反正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上这个网站 去找老婆 所以我 这里 OK 好 这没有问题了 好 那我们这个折射就结束 我们现在要回到 往 我们要回到最前面 我们要全对 我们都要回到 我们之一 好 好 世之一呢 这个我们正式这一张 要从这个抛物面镜才是 就是反射有一个 很特别的就是镜子 那我们前面讲的镜子 都是平面镜 那其实呢 我们镜子呢 除了平面镜之外 还有抛物面镜 那抛物面镜呢 你所以把它做成 凹的抛物面镜 也就是什么意思 这条线是抛物线 它其实是一个玻璃 然后呢 你在这个它的外面呢 把它涂上一层金属膜 它就变成了抛物的抛物面镜 那这种抛物面镜 那这种抛物面镜 有什么特性呢 就是一束平行光 过来 然后你画法线 画法线 路射角等于反射角 就这些光都会交予 一个点 那个点就成为焦点 可以吗 好 那因为光具有可逆 如果我今天把光放在这边 它发出来的光 碰到这个抛物面镜 它一定会怎么样 平行出去 所以通常我们的手电筒 是不是可以利用这种方式 把光呢 传到比较远的地方 可不可以接受 好 所以这个是抛物面镜的一种特性 所以凹的抛物面镜 它具有汇聚光线的能力 它是一种汇聚的面镜 那如果今天你看这个图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这里是一个凹的抛物面镜 我们平行光 不是平行光过来就会交予这个焦点吗 但是如果我今天不是平行对称轴的那个光 如果今天不是平行对称轴的光 那会有什么现象呢 你看我是这样一组斜斜的 那我们说它反射后也是会交予一个点 只是那个点呢 并没有在对称轴上 怎么改变 它没有在对称轴上 但是它能不能交予一个点 那我们把所有那些任何的平行光 都交予的那个点呢 把它连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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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起来 它差不多几乎就是一个平面 然后呢 这个呢 我们通过这个焦点画这个平面 我们就称为焦平面 有没有问题 这一种什么焦点变成的 就是说 我们本来只是平行对称轴 然后交予一个点 所以这种作为焦点 那我现在不要平行对称轴 随便一组平行光 那我这个焦于某一个点 我的随便一组平行光 是不是有一个焦点 那些所有的点 所构成的平面就叫焦点 可以吗 那焦 对说 因为你这么一个光 是不是就可以有一个焦点 任何一个就可以有一个焦点 把那些所有的点的集合就称为焦点 那焦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 就是以后只要过这个焦点呢 垂直这个对称轴的话 这一条线就叫焦点 可以吗 可以喔 好 那接下来呢 那再来就是凸的 凸的很简单 也就是说我们也是玻璃喔 我们把它弄成一个抛物线 然后让它变成一个面镜 然后呢 但是我们把金属膜固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凸的 那凸的呢 它的特性是什么呢 你会有一组平行对称轴的这种光线进来 这些光呢 你可以画发现 画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画出来之后呢 你会发现这些光 竟然会散开 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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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然后这样散开 然后呢 如果你把这些光呢 把它延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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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竟然会焦于一个点 这个点呢 我们称为虚焦点 因为它并不是真实光线汇聚的 它是延长线汇聚的 称为虚焦点 这个就是 所以呢 凸面镜它会把光线发散 这样可以介绍吗 好 可以介绍喔 那通常它会用在哪里呢 汽车的后视镜 山路转弯的地方 好 高一基础物理有没有讲这个 有 就讲的很简单 真的 那我们现在把它讲的比较仔细一点 那 各位怎么会觉得 老师这边有这个 新建政跟主战 好面镜 你知道哪一个是凸 哪一个是凹吗 为什么 因为凸凸的啊 凸凸的啊 凸凸的啊 你要看里面的像 因为看里面是正立的像 有没有看到正立 正立缩小的像 这有没有看到是导立的 有没有看到导立 有看到导立的像 有没有看到导立的像 有没有看到导立的像 所以这边是正立的像 这边是导立的像 所以其实凹跟凸呢很不一样 那我现在想要买这个镜子 我就跟厂商说 老板 你帮我这个 我要买这个托面镜 熬面镜 然后他又送货送来给我 然后我看了我就傻眼了 是真的 他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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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竟然是来求面镜欸 不是我要抛面欸 你怎么给我求面 因为他怎么做你知道吗 你们有没有看过人家拉玻璃 没有 玻璃你知道玻璃加热可以电子吗 然后再把它粉去 他们是用仪器去吹一个玻璃的球 用仪器 仪器是这样 用仪器 然后他可以吹成一个圆球 所以这个球 就是用仪器去弄成一个薄的玻璃 然后随便这样一砍 随便这样一砍 随便这样一砍 那不就是一片正圆圆了吗 对不对 然后他只要把那个金属膜 镀在这边 他就叫脱面镜 他把金属膜镀在另外一边 他就变抛面镜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这没有 这哪有乱做啊 这当然是要 真的是一个球的玻璃 要切 对啊 他就这样 然后他的问题是什么 他说 邱老师 抛面镜太难做 我要开那个模子 根本看不出来 可是球是不是非常容易做 对啊 所以我怎么能有办法给你 而且那一个镜子那么便宜 我哪有办法就是我的成本那么高 去给你弄一个抛面镜 所以抛面镜很贵喔 好 所以这重点就是因为 球面镜 会有一个叫球面相机 好 我们为什么不喜欢呢 因为他会有球面相当 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这个 假设这是一个圆球 所以他的结念就是一个圆 所以圆会有一个圆星 抛物线有没有圆星啊 没有这件事情 对啊 好 那如果今天这个光喔 真的是从这个地方平行过来 就是一道明镜光 然后呢 你画法线 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你会发现反射光等等 他竟然交到那个地方去 可是呢 你再画一道 然后再画法线 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然后呢 你再画一道 然后呢 画法线 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你发现这真道光 根本就没有交于同一个点 我们不是希望一束平行光 经过镜子反射要交于一个点吗 结果他有没有啊 他根本就没有 所以这是我要的吗 根本就不是我要的嘛 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赶快请教书学老师 所以书学老师说 我就跟你们说 你们就是喜欢镜子 就是跟你说不行就是不行的 但是因为圆脑跟泡物线 根本就不是同样一条曲线 可是在什么情况之下 他们会很紧 就是如果你今天的镜子 是这样砍的时候 你圆跟泡物线就差不多了 可是如果你是这样砍 你就会差很多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是说 因为跟主軸平行的光 经过泡面镜反射后 并不会距离任何一点 你踩这个像会模糊 这个就称为求念相当 你距离主軸越远 反射后会越靠近镜子 所以我们希望有一种叫做 静轴光线 可是我要接近骨轴 如果今天的光越接近骨轴 反射之后大致 大概会距离这个点 好啦好啦 我用勉强接受 所以呢 请你以后镜子不要满太大 孔镜 孔镜就是这个的直径 所以这个镜子的直径 你看这么小 光线照过来反射就大概交云 这样了解吗 就是孔镜不要太大 这个直径 那么求念镜就会接近骨轴 这样我们就大家解套了 这样了解吗 OK 好 好 那我们就先走到这边 好 好 好的 Let's look at